本來屬於好一般的事故 並未引起很多人的額外關注 但是中共官方開始刪除並禁止對事件的評論 之後直接刪除了所有相關的報導以及錄像等 而中共官方的這些舉動 很快引起了外界的關注 據了解 爆炸事故地點 距離中共的權力核心中南海正門新華門僅有650米 步行約8分鐘 發生爆炸的餐廳 位於著名的新蓉線胡同 這處是真正的天子腳下 地價排名不經前列 在此居住之人非富則貴 胡同女彼此擦肩而過之人 都是中共的權貴精英 據悉日前被曝光的習近平女兒習明澤 隨父親居住的登記地址 就是西蓉線胡同18號 由於中共官方封鎖了相關報導 又藉中共兩會敏感之際 傳出了各種陰謀論 由於爆炸未發生常見的火災 推斷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定點爆炸等 目前對於爆炸的相關傳聞 以及爆炸真相難有定論 我們將持續關注相關的最新消息 一天 雙方